港育圈,安心出轨事件即将两周年 出轨劈腿的代价是惨重的 黄欣盈有形象禁毁,演艺事业早已腰转 不过,根据港媒的最新报道与分析 感情生活迎来好转 其实从去年开始便有穿黄欣盈与李万宏在一起了 但却缺乏实锤,夹着二人没有正面回应 但是近日二人外出六个被拍,一次恋情浮出水面 根据港媒描述,当时黄欣盈和刚完成演唱会的 妮猛穿着情侣T恤,坐在餐厅入口处吃饭 当时正值用餐高峰期 经过他们餐桌的人来人往,黄欣盈惊心很高 二人几乎全程都鲜有交流 不过妮猛李万宏倒是很轻松,张嘴大吃 而黄欣盈一边吃饭,还有兼顾照顾宠物狗 话说二人在这里蛮需要勇气的 据说此地人流量极盛 很容易被认出和曝光 夹着二人穿的又是情侣装,不能不让人多想 此外黄欣盈的右脚踝处似有黑玫瑰纹身 寓意重生和神秘的爱情 所以不知是否暗指他与妮猛李万宏的感情呢 对于此港媒向二人分别询问此事 李某李万宏发短信表示 多谢关心没有回应 而黄欣盈方面则是无任何回应 其实对于二人的关系,外界遭关注 在去年二月份,两人便被拍到同游宠物用品店 李万宏还很贴心地帮助挑选食品 后来黄欣盈解释 李万宏对养宠物比较有经验 所以帮忙选购 之后黄欣盈被报而染指人夫 李万宏这时候又跳出来说自己是单身 已经和女友分手半年 据悉,李万宏在2017年 向恋爱多年的女友求婚后 还曾晒出婚戒修文爱 2018年就去拍婚纱照 奈何一直不举办婚礼 原来是分手了 两个月后 黄欣盈带着爱犬去看兽医 当时李万宏一大早便在医院等候 等看完受益后 二人乘坐商务车前往寓所 二人独处在黄欣盈域 所有半个小时之余 之后二人更是多次被拍到见面 在外人看来二人的感情有增无减 港媒分析黄欣盈拒不认爱 主要是考虑到自己的公众形象 不被大众接受 所以不敢认爱 其实从这里能看出 每次回应 李万宏都是不肯定 也不否定 黄欣盈出生于美国纽约 从小加进英时 接受的也是高等教育 毕业于名牌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他与前任马国明是校友 黄欣盈报名了2012届的港姐评选 打算打入TVB内部 到时候才借机曲线救国 远唱歌梦想 可能也是运气 观众搞崩了投票系统 在线投票全部作废 没有了人气悬殊 黄欣盈靠现场评选获得了亚军 从此顺利签进TVB 黄欣盈盈盈生涯算得上是顺风顺水 演戏同一年就有40部电影之剧的资源 简直就是一入行就尴尬 黄欣盈凭借着过人的心机与手腕成为TVB的内定的心机花旦 合约也是欠了八年不止 TVB对她是真的捧 于出道编于马国明、吴启华、黄宗泽等TVB实力小声合作 相比于春风德与黄新颖同期出道的杨洛文 却还在各个剧组作配 可能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热度 黄新颖把精力放在了绯闻桥作上 入行不久相继于吴启华、李思杰、王浩信传出绯闻 虽然事后她有做澄清 但还是被媒体写为是绞精、借机上线 直到2017年黄新颖情定老好人马国明 舆论才算是消停了一阵 马国明比黄新颖大了14岁 两人是校友关系 且在TVB共事 黄新颖出道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马国明合作的 作为出道较早的前辈 马国明对于黄新颖也一直比较照顾 经常一起购物、吃饭 黄新颖也一直在网上以马国明弥媚的姿态互动 虽然两人的大众形象与口碑相差极大 看起来并不等对 但马国明对黄新颖温柔绅士的陪伴方式 也很难让大众吝啬松祝福 最终啊 两人在暧昧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在2017年官宣了恋情 恋爱期间 马国明也是积极主动地融入到黄新颖的生活 直到黄新颖喜欢唱歌 更是耐心陪她出席社交饭局 有媒体派到她曾特地陪黄新颖 与业内歌手车玩玩照学而吃饭 虽然交谈间表情略带尴尬 但是看着一心想挤入歌手圈的黄新颖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有媒体还派到她和黄新颖出街的时候 有佩戴同款情侣戒指 问下来才知道竟是她花了20万买的 平时连出租车都不舍得打 坐地铁上班的她愿意花这么大手笔 可见确实是很爱黄新颖的 如果不是因为安心偷吃事件被曝光 或许大家还会以为他们两个好事将近 2019年4月16日 港媒曝光了一组黄新颖和许志安 在出租车内积吻的照片 大众一片哗然 因为51岁的许志安和30岁的黄新颖 亲手粉碎了他们心目中的 香港最后的爱情童话 彼时许志安也是人夫 她和郑秀文已经结婚多年 随后两人在车上长达16分钟的 动态视频也很快流出 由于画方过一回三观 小星星在这里暂不做具体描述 大家好气可以上网自行检索 反正就是视频识垂了两人出轨的事实 相相彼时正在内地卖力录着综艺的郑秀文 正在剧组努力工作的马国民 这两个人 哎 背着老婆和男友出来偷吃 一个是娱乐圈重要级大咖 一个是新进TV壁花蛋 媒体如何肯放过 然后的剧情自然就是尴尬的 两个被绿的可怜人的专访 和两个出轨当事人的公关了 艺人本质上就是商品 艺人公司开始紧急公关 大家此刻也没有太多心思 关心那两个真正伤透了心的人 一个是最爱28年保金分手复合折磨的郑秀文 一个就是被绿的知名度不亚于汪宝江 潘苑明的老师人马国民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许战强大的公关团队 金牌经纪人黄博高 并非浪得许名 有知情人爆料 他第一时间联系到郑秀文 并叫他不要发声 并提出了要他表态原谅许战的要求 在选择让老公身败名裂 还是将这对脆库拉朽的婚姻继续下去 郑秀文脑子一片混乱 他选择了沉默 接下来轮到许致安一方 在丑闻爆发当晚 他就紧急召开记者会并当众道歉 台上伤泪居下 最终将原因归咎于酒精作祟 而对于郑秀文只是简单的一句 对不起 随后他就暂停一切售头工作 开始闭门思过 据媒体爆料 他暂停的商演和演唱会损失 高达2000万 而黄欣盈也随即在第二日 在网上公开道歉 内容格式老套 并不太看得出悔改之心 他称自己对不起所有人 家人 公司 朋友 但是唯独没有提到郑秀文 随后他便避走 去美国了 两个当事人都被门思过去了 郑秀文作为一位同情方 依旧被媒体围追读节 要求表态 但是总是拼命转移话题 对此事必而不谈 而马国民因为该丑闻 也只能寄情于工作 宛如拼命三郎 对于媒体的访问 也是守得滴水不漏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此时才发现 马国民根本没有 我们想象的呆板 他只是善良 是大体 同时他和黄欣盈的关系 也回到了朋友关系 选走国外的黄欣盈 他仍旧没有逃过媒体的 口诛笔伐 甚至有媒体在网上投票 将其港警亚军的荣誉收回 做出这类失德的事情 实在是不配 与香港小姐扯上关系 安心偷吃事件 无疑是给他给 自己事业上的致命遗迹 TVB第一时间宣布 将他血藏 原本有他出演的 多部电视剧 也面临紧急幻觉 当时原本要上架的 《法征先锋4》 直接无法播出 其实损失最严重的 要数跟他合作的 准备靠作品翻身的 一众演员 TVB演员历来 不像内地演员 片酬高昂 一向活多钱少 加上这几年 TVB唱衰爆款难出 大家都指望着 自己的新剧 能够成为TVB台庆剧 多点名声与收益 这样一稿 不但要重拍 还有部分剧 因为黄信 戏分过于密集 不能重拍的 就只能等 舆论降温之后 才上了 黄信 真的是将一首好牌 打个稀烂 虽然不知道 他接见许志安的 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为出道做歌手 记载人脉 还是真的灵魂发力 如今自己的新剧换人 男友也被别人接手了 还都是同一个人 想想他与 唐洛文的缘分 还真是奇妙 而世界中最苦的 就是郑秀文 他与许志安年少相识 分分合合 早已到了 相濡隐末的程度 也活成了 香港最后的爱情童话 如今大家真的要相信 童话都是骗人的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